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日更频道 有没有想过男扮女装可以同时有三个男朋友 然后竟然还可以同时有三个男朋友的小朋友 到底发生什么事呢?我们一起看看 今次的案件就是讲到一个男人假扮成为女装的女军官 而今次的故事男主角叫张强是湖州人来的 原本他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和老婆结婚好多年有一个五岁的小朋友 但由于他生意上处处碰壁 亏了钱导致夫妻关系越来越差 好容易就会吵架 而张强为了去找地方做情绪宣洩口 就开始尝试网上交友了 而他处处碰壁几次后就认识了一个 叫指尖的星光的女人 他通过朋友圈发现 这一个女人原来是一个女军人来的 朋友圈全部都是他的军装相 而这个女人不止生得美 讲话亦都好好听 把声又善解人意 和自己老婆一对比 这个女人简直好像天使一样 一个天一个地 完全做了他感情的损舌口 幻想了无数次之后 决定线下见面 两个人谈了一个月见面 然后发展迅速第一日去到贫困 之后两个人就成为情人关系 没多久 这个女军官就和张强说自己大肚 而且是双胶胎龙凤胎 这个消息令到张强好震惊 这个情况完全超出了自己可承受的范围 自己有老婆有个儿子 现在背着老婆出轨 还搅带人家的肚子 人家还是一个女军官 其实大陆如果你破坏军人婚姻的话 是会判刑的 而他自己这个动作 是属于被军人破坏婚姻 他估计都不会势得去变的了 于是乎张强就叫个女人去落了个小朋友 但对方不同意了 张强说又军人又有小朋友 怎么说都是自己不对 不过冷静下来的张强就权衡一下利弊 他发现这个是和老婆离婚的好机会 他自己和老婆本身就形同默露 而个女军官温柔善良 工作又好学力又高 而且还会做各种体操 最紧要是军人有钱 而他自己的年纪也越来越大 他觉得有机会吃下软饭 于是乎张强就和老婆离婚了 是一心一意和这个女军官 打算共鞋连离 后来这个女军官 就以去美国学习做理由 暂时离开张强 当时张强也有点怀疑 但他一想到对方有个自己小朋友 就无讲太多话 而女军官在美国学习期间 是依然与张强保持着联系 张强也都一直期待对方回去大陆 一起过幸福生活 但无想到有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 是彻底打碎了张强的美梦 打电话给张强的人叫王斌 是这单案的男二号 王斌事发的时候28岁 是湖州某个纺织厂的一个工人 那么多年来一直找不到女朋友 一次偶然机会之下 就认识到一个叫王月华的女网友 而这个王月华是女军官 起初王斌对着王月华有点自卑 对方又是军官又是博士 同自己初中毕业的普通工人 这样一比简直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但无想到王月华对王斌好热情 令到王斌越来越有自信 无多久 王月华就说自己大肚 想爆胎又是龙凤胎 王斌看到王月华拿的医院报告之后好兴奋 于是乎开始筹备两个人的婚礼 王斌就根据王月华的要求 填写了各种部队申请表格 之后又带王月华回家见家长 这段时间王斌发现王月华 经常背着她讲电话 于是乎就开始有一种不好的预感了 王斌偷偷地记下了这个 和王月华经常讲电话的号码 偷偷地打过去 电话另一边是南1号张强 一开始两个人因为情敌身份吵架 冷静下来发现件事不对路 两个人核实了各自遭遇之后 达成共识 就认为这个王月华是骗子 之后这两个人去到警局找警察报案 警方了解情况之后 即刻根据王斌所提供的线索找到王月华 而这个时候王月华看下去 已经大讨四五个月面对军人的询问 她对答如流 警方问她你是现役军人 还是退伍军人 王月华说自己是现役的 问她是军官还是士兵 军官证有了吧 王月华说自己有 找她什么事 后来她拿过证出来 就是2014年2月18号 王月华说过证过期 因为现在自己在休假 但她被人带到警局的时候 露出破绽 警方问她 既然你是南京军区总医院的幹部 我问你了 医院院长是谁 证委是谁 一问三不知 见到自己的大话被人拆穿 王月华就开始哭了 虽然她的军官身份只是假冒 但是张强和王斌这个时候 心里面都有个疑问 到底肚里面的小朋友是谁 令到他们想不到的 就是跟着下来的审讯里面 直接令到所有人都很震惊 她用着手拿起这条裙 然后就拿了肚的偽装配件出来 原来这个王月华根本就没有大肚 所有东西都是大坏诈骗 更加令人没想到的 之后这个王月华是脱了她身上的女性内衣 原来不单止没有大肚 而是她根本没有可能大肚 因为她是个男人来的 王月华 原名叫王大力 曾经因为盗涉罪被公安机关抓过 另外她是试过在苏州 无冲军官行政拘留过两次 一次住宾馆用假军证 就被人拉了另一次在医院 试图用这个假军军证 去骗取军人的免费医疗 这个情况 南一南二号是直头傻了呆了 根据统计王大力和张强拍拖这三个月 张强和他花了三万元 而王大力和王斌一齐半年 虽然王斌一元都没给王大力花 但王斌觉得自己受到前所未有的伤害 因为王大力是她初戀来的 然后她说自己去报案 人家没办法立案 第一 王大力没骗她钱 第二 感情这样东西国家没法律规定 但为什么王大力作为一个男人 会去男扮女装 他们去过开房 怎样骗到人 由于王斌说之前就没拍过拖 没见过世面 就被人骗了 这个都说得通 但张强有老婆有小朋友 没理由容易被人骗到 根据了解 这个叫王大力的人最初 性格都还可以的 曾经有过一个女朋友 后来因为某些原因分手 结果王大力性情大变 开始沉迷偽装 买军装和假证件 就以女军医的身份 注册帐号 在社交平台上 发一些自己的军装照 而为了避免虚有其表 他甚至乎是恶补了大量的医疗知识 他之所以能够骗到 那么多男人 另一方面 就是他有一个先天优势 不单止胡桑 梳根比较少 后屈不突出 而且说话的语调 和女人很相似 最重要的是 每次和男人开房 他都会占据主导 在关键部位 就不让对方摸 和对方交手几次后 就开始说自己大肚 这样就可以避免之后再被人搞 亦都因为这样 王大力的身份 才可以掩埋到那么久 而王大力这件事爆了出来 又有一个李生 去到警局报案 他说自己都被王大力欺骗了 两个人不单止 去到谈婚论嫁的地步 还拿结婚证 放了酒席 后来王大力说自己大肚 和要调去外地工作做理由 离开了李生 虽然之后 两个人保持着联络 但李生有一日忽然之间 联络不到王大力 是看到这件案件之后 才知道原来被人逮捕了 李生和王大力拍拖期间 总共花了百万元 算是三个男朋友里面 花钱花得最多 但王大力就说 其实这些钱 都花回到李生身上 买家具 装修家具 每一次回家 就会带给她父母 买衣服 而这一年时间 王大力身边 有三个男人 一个和她结婚 一个同居 还有一个 为她离婚 而王大力之所以能够游走在三个男人之间 是因为这三个男人 一开始就不是单纯 想和她拍拖 而是看上了她军官的身份 所以才会被王大力 在关系里面佔据主导 王大力甚至提到 她所交往的每一个男人 都可以说他们对不住她 因为如果自己不是军人的身份 这几个男人不会看得上她 案件来到这里 就叫做整个来龙去脈 和大家看了 非常之恐怖 三个男人都不知道 原来自己的女朋友同时都是男人 而且还说搞到人大了肚 整件事想下去超恐怖 好了那今集和大家看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想说 下面留言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